我跟你們說 就是我有個高中同學 前陣子因為身體出毛病 所以他去動手術這樣 就是因為我們高中比較要好的幾個同學 會在群組裡面聊天 然後那個動手術的那個女生 她剛好跟我就是感情非常好 然後聊天就有講話 她跟我講話的時候 她就有跟我說她身體出狀況 然後動手術這樣 然後呢 剛剛就我們班級的 對對對朋友群組 然後前幾天 前幾天那個那個動手術的同學 就跟我在群組裡面聊天 然後就講到說 講到她前陣子動完手術怎樣怎樣 然後呢 因為其他同學都不知道她動手術的事情 剛剛另外一個同學就發問說 就發問說等一下她怎麼了 她怎麼動手術 然後 然後我開台前看到那則訊息 我就回說 我就回說她去生小孩 然後我剛剛就看到看到 我高中同學的那群組 傳了一整排很震驚的貼圖 然後那個動手術的同學還沒看到 還沒看到訊息 哈哈哈 造謠 她還沒發現她生小孩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們真的要嗎 好好奇 好好奇有朋友看到 看到訊息 會發生什麼事喔 應該是不至於朋友-1 只是好好奇 他看到會說什麼 絕交 不會吧我開個玩笑 就要跟我絕交 別人 真的還沒到 對呀 等一下 現在跨日了 等一下跨日我就回他們 愚人街快樂